為了廟 今天會讓中家長的記憶 用報料來展現評價的技術 現在是等這個故事跟韓國技術家合作 透過今天中家長沒要鼓勵 透過這項三題最新一百首期處的評伴過於作品 各種這作品交由技術家大高台中 電動電視 為了廟 學長會讓中家長的記憶 用報料來展現評價的技術 現在是等這個故事跟韓國技術家醫助進合作 透過本地上百位學長 中家長沒要鼓勵 透過這項三題最新一百首期處的評伴過於作品 而且這些作品都交由結束到大高台中 長為工的博物館 穿越交會區 萬里千絲在讓當中來展出 因為這個記憶作家都讓共創孩子從畫部裡面 他有美好的記憶 然後帶著這些所有每一個小朋友 五年級的小朋友的作品 去鮮維博物館去做展出 那非常感謝就是我們美術團隊的努力 我那時候有阿姨會照顧我 阿姨會播當初 可能那時候比較流行的音樂給我 但音樂想起的時候我就會跟著音樂舞動 然後後來爸爸媽媽有給我看的那個影片 我就用那個影片的靈感去做出了這部作品 我媽媽又很會煮飯 所以我就想說可以畫一些 做一些關於飯的 然後也可以 我就把父親和母親變成大大小小的房子來創作 郝劉表示三作為身體的處 如果包括到個人的品味 起味在身份在上面 還有作為專屬時間和人家的關係 會不會上心上看到的理想用品 還有新種家中的快樂還有困難的回憶 都表現在這部作品當中 還有有技術跟完成一間大型空間創作 將所收集的回憶還有產物價共創的方式 用在這間空間創作品當中 我嫁來台灣已經將近十年的時間 我發覺這個淡水有新跟舊的這樣子的區域 透過這樣的計畫去讓這樣的 透過小朋友們的記憶跟他們創作 去表現這個新舊混居的這樣一個情境 所以經由這一次我們一開始的課程 是先介紹帶入現在所謂的筷石上 然後教孩子們就從基礎的針線縫紉 帶來家裡已經帶有回憶 但是穿不下的舊衣物 經由拼貼縫紉的過程 然後把他們對於家的回憶 把它記錄下來 用針線為畫筆 然後呈現在畫面上 藝術家表現來到淡水後 發現這裡有新七點到股市區 生活高潔的狀況也表現在 核心的會議當中 這行價位是由日空一三年 開始在台灣很多的地方 實現創作 透過風淡、參丟、回收衣、 共享個人感動的故事 這些理論都尊重到的記憶跟會議說 將核心平白作片專畫為一間小廚 記憶主廚 在家庭回收的衣服作為主要的材料 在這次對處的記憶跟熊熊 記憶上許多易等隨意不得 如朋友 集中 真的很 Instant